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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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有个周末吧 我的领导就带我们一起去 清阳古镇 在这里他会给我们吃吃 我忘了是猪蹄 猪蹄啊 这个猪蹄啊 味道和我们云南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那天我吃了很多的 我还没毕业之前 我们公司就来我学校来招聘 当时我就看到我们的公司了 我就有一个概念是 必须在这里工作 那年是2019年 所以我经过数次招聘 我才到这里来 我已经等公司11个月 我还一直等 这个缘分了 如果工作有一点辛苦 还是什么的也没问题 因为我是很年轻的 这个必须经过 我们才能长大的 我主要工作是 管生长下的技术 技术工作 我已经生长了技术主管 现在从11月份开始 我是管生长 我来我们分数之前 我是一个很不爱说话的人 很少说话 但是我来自年少 然后我交流多了 所以现在我是很活泼的那个人 我可以去到处跑 到处交流的 这个没有障碍的 我的目标是 我要找一个公司 有环境好 然后稳定出入 然后有计划发展 我去到我们公司 我去到我们公司 以进去 去工作 全部活的教育 所以我们很喜欢 在修理工作 我们走得到处理工作 我们公司 然后我们公司 在广东中的工作室 对你又是有关的 我加入公司 领导安北 就会对聋联系 然后在我们工作 在我们工作室 我们会有很多 主要是设备 地区中华公共 我们在公司 是商量管理关系 但是另外在生活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三个月,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去学,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周末,我到公司,带他出去继续去休息。那是很美好的时光。 那时候,他也是刚来越南的美肚球,然后通过那次见面,我们认识了,见面多了,然后聊天,然后很多的相同的爱好,所以慢慢的相处了。 我们前家,那个中国企业比较多的,然后我爸妈也看中了这个方面了,然后也希望我学一下中文。 我从2020年就是毕业,然后进场,马上进场了。 一开始我就负责分析部门的文件,然后跟领导一起参加面试口译。 后来是我领导培训我,然后让我负责工资社保以下的那个行政的工作。 以前我们上大学很少的课在大家面前就是汇报工作的,然后到公司经常在大家面前练练一下, 然后慢慢的就汇报的那个总结也可以,也有几次获奖。 我觉得我们公司应该发展的空间比较大的,因为我看我们公司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比较多。 竞争你就很强的,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工作很努力,很努力的。 你也要这样的,不能比他们落后,就是一直奋斗奋斗。 你也要这样的,不能比他们更努力,很努力的。